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Sean 今天我就教大家煮 很滑的薯蓉 英文就叫Patello Parade 再教大家煮 荷姆扒 做日式的荷姆扒 淋汁上去薯蓉 因為會很好吃 我們先煮個薯蓉 把玉子打開蓋 拿個餅捉一下 如果它仍然硬 就沒煮好 之後當你的餅可以輕輕的插進去 之後就煮好了 我們就拿出來 用筷子剝皮 小心因為薯仔會很熱 剝好皮之後 用叉子 打碎 薯仔攪碎之後 我們就會加少許牛奶 然後繼續拌 薯仔攪碎之後 會慢慢加入少許 柬欖油 薯仔攪碎 薯仔攪碎之後 慢慢加入少許 柬欖油 薯仔攪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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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次 mainstream 這裏有豬肉漢堡 我在外面買的 自己在家製都可以 製漢堡最主要一定要有肉碎和雞蛋 這裏有芝麻 燒烤蜜糖 還有豉油 製好平底鍋後 加入漢堡扒 加少許油 讓它不要黏著平底鍋 把筷子挑一挑 它不會黏著 漢堡底開始變成這個顏色之後 我們會反轉 煎另一邊 我們會一直保持中火來煎 之後我們會塗蜜糖上去 反轉另一邊 然後繼續薄薄地塗一層蜜糖 然後倒入豉油 紫蘇葉可以放在樹蓉上面 然後最後放漢堡扒上碟 最後可以滲少許芝麻 這樣就會更香 好香 外面有一層薄薄的脆皮 中間很軟 很多汁 很好吃的 哇 流口水 那些紫蘇葉 跟它一起吃都很好吃 你可很明顯 謝謝 Nevers 謝謝你 謝謝你們 謝謝你 謝謝